中国版卫生,平凡的荣耀开拍。赵又廷白静廷主演。 中国娱乐网讯。 赵又廷和白静廷两人西装革履出镜,引发关注。 韩剧卫生韩国TVN电视台自2014年10月17日起播出的金土连续剧, 并作为TVN开拍八周年特别企划。 电视剧根据尹太浩作家的同名网络漫画改编,由郑允京编剧,金元熙导演迟导,认识完,江素拉,江和纳,李胜民主演。 讲述人生只有围棋的主人公张克莱。 在职业入断失败后,面对冷酷的现实而展开的故事,以社会新鲜人的视角描绘职场人们的面貌,是一部职场励志电视剧,十分打动人心。 播出之后也引发了观众们的强烈关注和喜爱,收视率也十分不错,并且获得了很多优秀的奖项。 在亚洲很多地区都引发了关注热潮。 高收是与良好的口碑也让该剧备受关注,同时也有很多国家购买了该剧的版权进行翻拍。 日本富士电视台在2016年7月翻拍了该剧命名为《Hope》、《卫生》,由钟岛玉祥主演、远藤健一、赖户康史、山本美月、铜山赵石等共演,在韩剧的故事背景下进行改编,讲述职业起手的梦想。 受到挫折的主人公进入贸易公司就职,既没有学历也没有社会经验的他经历一系列执掌挫折最终获得成长的故事。 日版播出之后也获得了十分不错的评价,而中国版也在近日启动,并且邀请了赵又廷和白敬廷两人担任剧中的双男主。 赵又廷是演员著《中无上职》的角色,而白敬廷饰演的则是张克莱的角色,两人的搭档还是很新鲜的,引发了关注。 赵又廷和白敬廷两人都是很努力的演员,演技都受到了认可,两人之间相差近十岁,这样的年龄差在职场上以前后辈的身份出现也是很符合的援助的。 据悉剧中两人将会以师徒的关系出镜。 在公开的《路透照》中,赵又廷和白敬廷两人都身穿西装,干练职场饭十足,而赵又廷还续着小胡须,增加沧桑感,给人一种很成熟的魅力。 而白敬廷则是青色中带着朝气,刚刚进入职场,干尽十足。 这一组路透也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究竟平凡中隐藏着怎样的荣耀呢?赵又廷和白敬廷的搭档又将会有哪些化学反应呢?中国版是否会掀起收拾热丑呢?让人好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